跟谢老师,我们准备到北西建这个云台卷树山,还有这个榆林洞来看一看 今天是2021年最冷的一天,挑战极限,零下二十七度 哎呀,在这个天气里,看看我们的什么表现,今天带大家走一走啊 远处就是著名的东北道教花园地,九鼎铁踏山 看看这边的河多好啊 看看云台卷树山有多规格,上面有雾松啊,看看 快上去看看,大家要上云台卷树山那个淤林洞,看好啊 前面是铁踏山,前面有一片黄色的住宅 然后这边有一些上山的小道,直队的这条道 我们走上去,走喽,走得不远呢 这点路走十分钟,还没走到山根底下的,旁边全是这种提田的 好,后边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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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雾松呢,山上有多冷看 到这儿记得全是红不了 这是沈阳里有最愿意来的地方 往前走 快走喽 路边这个小土地庙啊 你看到这个建筑就是没走错啊 好危格啊 走了这么半天,我觉得一半都没上来的 冷不冷 早的眼毛上都是,冻的是爽 哈哈,眼毛上没有 大家看看啊 老黑太太冻了 太冷了啊 冻的鼻链都快过格了啊 哎哟,哎哟啊 现在走了 多半个小时了 谁知道还有多远呢 继续走啊 这边有个三岔路口啊 看到没 大家看到了 不要走右边,走左边这个 有红布条拴着这条小路 直奔老黑太太的洞 上吧 这地方往上走就是很陡峭了 不好走了 大家一定小心点了 下雪,落海花 越南走了 不好走了 下大雪更没法来的 第一处时刻啊 这就是小路旁边的 兄弟同修在此间 轮流辗转等月圆 等月圆 有朝一日飞扔处 天冠洞里归姓圆 大家这边有条道啊 别从这边来找 这边有修好的小钻道似的啊 顺着往上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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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陡很陡啊 太陡了 顺着往上走啊 点上 右手边还有一个时刻 上去看看 看到一处刻字 天 天 这个是 到这 天险猪啊 刚才看那个两个字 天际天台的 我看这是天险呢 看这小路 今天我们确实是第一份啊 一个脚院没有啊 连野猪都没来过啊 我们第一份 这时候一处大喇的 接着往前走 顺着三棚布条的小路走 这几个针铺 这里的刻字啊 是孝成仙 那前面这一处 就谢老师讲了 叫顺孝成仙 咱们这一处就叫顺 也有叫一笑成仙 这这个词 因为它有一笑成仙 万万千的这一句话 大家看看是什么呢 这里还有一处 刻字 走了一个半小时了 还没走到顶上 又走了能有二十分钟 跟刚才十克的距离啊 哎 隐约看到十克了 我们应该快到了 加油 已经到了啊 看看到这时刻了 云台卷树山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差不多是吧 也挺难走啊 又建树建桥啊 这跟我们那个 在小峡谷看到那棵树 比那棵树还蛤子 太坚强了 整个香那个蛤子里头 哈哈哈哈 马上要到这个天罐洞 也叫鱼林洞 看看老黑太太修炼的地方啊 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洞 它这个最大的时刻 这个地方啊 两个多小时啊 到了 这五月一发现了 老黑太多练了 小心点啊 冻天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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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